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柱 会有一个像热气球一样 我就轻轻的注意看哦 对着它往上抬 老师手把手的教导学员 如何操作烘焙相关机具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所举办的 新移民烘焙丙级证照班 需要协助新移民朋友学习一技之长 并透过考取证照提升竞争力 未来更容易进入职场 区长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给 这个新住民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因为要有这个一技之长 他们到时候到职场上面 我想他们可以取得先机 而且会很快的进入到职场 然后我们这次的烘焙课程 也特别安排了很有名的陈老师 然后他就是在业界上面 是一个很有名的碰认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透过这个 我们是36个小时 透过这36个小时的课程 能够让他们学习整个丙级 这个丙级考试的整个课程的内容 课程内容包含吐司及面包的制作 受科老师陈芬强调 在安全的前提下 教导这群新移民学员 顺利的学习各种制作技巧 及器材机具操作 未来能顺利通过考试取得丙级证照 新住民的同胞跟我们的原生环境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 那我们会尽量用他们能够了解 跟他们能够就操作的方式 然后去完成这样的课程 那最重要的一个点当然就是安全 那第二个就是各项专业机具的操作方式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最严谨的标准去进行 然后让他们除了能够得到证照之外 那当然的安全跟他们自己的一个食品 营养卫生都是一个要基本具备的概念 这项课程吸引了数十未来 台多年的新移民报名参加 有人纯粹是对烘焙有兴趣 也有人希望学习烘焙技术考取执照 未来有机会开店 一元自己的梦想 就是觉得可以加一个知识 做个蛋糕 觉得可以加一些好玩这样子 希望就是有学到有过 有成功考过的话 就是可以先去找个有关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之后有办法的话 就可以自己想要开一间小小的烘焙店 就是面包店之类的 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到时候以后吧 可以开一家餐厅 对 咖啡 饮品 还有烘焙的餐厅 内湖区公所方面表示 一周上一堂课的新移民烘焙 丙级证照课程 将一直到6月20号结束 预计6月底到7月中旬 参加丙级证照考试 据了解 民国109年在社区大学举办的 烘焙证照班 考取率将近6成 希望这一次 在烘焙教室专业老师辅导下 能有更多学员考取证照 顺利朝梦想前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